哈喽哈喽各位天下女人社区的网友大家晚上好 我是杨岚欢迎来到天下女人的直播间 今天晚上呢我们请来的嘉宾是大家非常非常喜欢的音乐人张亮颖 也是我的一位好朋友了 那今天晚上请他跟大家聊一聊他的音乐和他的生活 好那也欢迎各位网友的关注 我注意到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已经有很多的朋友等候了很多的时间 不断的送上各种问候和各种问题非常的热切 那大家也可以通过关注天下女人的微信公众号Her Village 并且在平台上回复海豚音就可以参与抽奖 我们今天的奖品有Apple Watch Sport有一个 然后有抱抱杯三个还有娇蓝的化妆品五套 等待大家 好那现在就请两粉们注意了 请那个张亮颖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哈喽大家好 我是亮颖 杨岚姐你好 今天很开心和天下女人社区的所有的朋友们一起来聊天 大家晚上好 晚上好 在这里呢也跟各位网友们解释一下 我和亮颖现在是左右开工啊 我们一个电话在保持通信的状态 然后另外一个手机呢在进入这个直播群 所以如果有的时候我们稍微间隔了一会儿啊 那是因为我们正手忙脚乱的操作各种技术细节 但是呢这种微信直播的方式的确给了我们很大的空间 比如说我们不需要化妆啊 不需要一定要待在演播室里啊 就可以很自由的跟大家交谈 这也是科技给我们带来的好处 啊亮颖你看啊 已经各种不断的打赏就在这儿了哈 哈哈哈 粉丝们这个呃都是争天恐后的要表达他们对你的爱 啊 不过最近呢我看到的一个新闻 我让让我也觉得特别的开心可爱 就是上海迪士尼乐园的开园的晚会 然后你也带着那个米老鼠的大蝴蝶结啊 哈哈在舞台上演唱 然后跟我说说这一段经历有什么好玩的故事吗 呃 这个最早开始唱英文歌的时候 因为还没有开始学习英文 所以我会觉得后面的音乐之路有很大一部分 是因为对动画片的喜爱 从迪士尼开始呃 呃然后开始学习英语 然后学习歌曲 然后到现在我觉得算是一个呃 梦想的达成 终于可以为迪士尼献唱 非常开心 呃 那天唱了三首吧 一个是呃 小时候很喜欢的 A Whole New World 是呃 阿拉丁神灯的 然后呃 呃另外还有一个是来自于百学公主的 Someday My Prince Will Come 呃 还有一个是这一次谭顿老师单独 重新创作的一首呃 这个专门为迪士尼准备的主题曲 这是一帮了解我的朋友 哈哈哈哈 啊对因为我和亮影正在这里挣扎的是用单击模式还是用长按模式 所以刚才让网友们稍稍稍的等了一下哈 然后有的网友就非常敏感马上就说哎是不是不会用 哈哈哈哈 的确我每次都是要尝试一下 但是尝试总是呃有这个是失败的可能哈 呃但是嗯呃我觉得其实每次尝试新的东西就给我们的生活带来新的刺激 是吧呃那我知道亮影呢呃在这段时间也经常在国外这个分忙哈 啊能不能跟我们说说除了呃迪士尼的现唱以外啊 啊最近还在准备一些什么样的歌曲或者是演唱会吗 呃其实很多人也知道我一直在准备自己的呃一门专辑 然后呃接下来也会有一些重要的演出的内容呃 呃但是因为具体的策划还没有呃就是要等到正式公布才可以讲 那基本上就是在一系列的准备工作当中了 哇我觉得好像还很有神秘感哈 哈那个亮影似乎说了很多但是什么也没有告诉我们啊 呃呃那好吧就让我们一起拭目以待吧 啊那不过亮影呢一直是以这个自己作品的品质来建成的哈 啊所以我相信无论是他的专辑还是演唱会都非常值得我们的期待啊 呃那那个亮影你其实呃出道了呃这些年哈你觉得这两年自己在心态上还有就是工作的节奏和生活的节奏方面有什么最大的改变 呃呃比刚刚出道那几年其实已经从容了很多 中间也我觉得呃发自内心的去做选择的事情越来越多了就是越来越多这样的机会 所以会觉得整个人的状态是在一种越来越放松越来越知道自己要去到什么方向的这样一个感觉 所以还是觉得自己蛮幸运的这些年累积下来的所有成绩 我会觉得嗯为自己高兴也为所有的工作团队然后也就是充满了感恩吧 ok我这边听到呢亮影已经回答了刚才的问题啊 他说他现在已经从容很多了但是这个上传的时间真有点长哈 让我觉得有点心交 好哎其实啊其实啊这个呃当一个人说我比过去从容一些了哈 呃其实这个潜台词就是我现在更会拒绝了 哈就是我现在会说不了哈嗯亮影能不能跟我说说 比如说刚刚出道那些年哈呃那种工作的节奏 最繁忙的时候会怎么样然后现在你会对什么样的事情说 嗯 嗯刚开始的时候确实是非常不适应这个节奏 基本上头两三年就没有停下来过 然后到最紧张的行程 自己就是神经紧张 有的时候可能 我一个星期就睡两三觉这样子 所以就觉得整个人要崩溃了 但是晚上崩溃完 白天要接着工作 最后面到了累积到一定的程度 觉得自己有选择的 还是希望把其中的精力放在 怎么讲 值得的事情上面去 就不想让自己 一直拖着一个不是最好的状态 去参加那么多的事情 我觉得量累积够了 接下来就希望 更注重品质上面的东西 我不知道这个亮影的 自己的房间是怎么样布置的 我总是开玩笑 我说我的房间有两样东西 不是属于卧室的 一个就是一个跑步机 因为就老怕自己找借口不锻炼 所以最后我就把跑步机 搬到了卧室里边 然后第二件不应该出现在卧室里的东西 就是一个行李箱 但是我那个行李箱 因为刚刚拆开 然后又要装新的行李 所以有一个行李箱 也一直待在我的卧室里 我不知道这个亮影的房间里 有没有不属于这个房间的东西 我的房间基本上 我没有跑步机 但是房间里面还是有蛮多 比如说像行李箱 然后我周边最经常应该是加湿器 然后有一些小说需要看的一些书的内容 然后再加上怎么说呢 这是一些小玩意儿 其实我还蛮喜欢玩具的 然后其实我昨天晚上才回到北京 然后就拖走了五个超大件的行李 上一次离开北京是二十多天以前了 所以基本上跟杨岚姐爱是同样的模式 不不我们俩模式还是有很大区别的 我只有一个行李箱 而你有五个 这就是我们的区别 主要是上一趟出差时间太长了 其实也好难得一次性出差二十几天 我好像看到那个亮影 是有很多小宠物的是吗 又有小猫又有小狗 到底有多少只啊 还蛮多 但现在家里就三只猫猫了 因为确实照顾不过来 因为最多的时候是五只猫猫 然后五只狗狗 但是在不同地方 虽然还有医物 还有蜥蜴 还有兔子 就还蛮多的 人家里现在就觉得养鱼和养猫是最好的 因为他们可以自己在家里玩 也就是说 在最鼎盛的时期 家里完全是一个动物园 不过也说明这个亮影是很有爱的一个人 能够照顾这么多的小动物 其实是现在 这个宠物的数量最少的时期 也有三只猫咪啊 我觉得那个工作量也是蛮大的 所以是不是没有地方可以给男朋友了 其实家里管 不管是鱼啊猫啊 狗狗都是他 我反而是一个 怎么讲 就是太有责任心 照顾的很巨细 事无巨细的那一个人 其实是他 就是 对 是这样 所以啊 我觉得有一位这个男友 真的是很有用哈 他起码可以防止猫咪去吃鱼缸里的鱼 对吧 因为刚才你说 又养猫咪又养鱼啊 我就讲 好像有一点点危险在里边 那现在可以相安无事了 但是我们家真的有一只猫 每天就趴在鱼缸上面 那个顶上面 就守着鱼缸里面的鱼 就等着每一天 他吃过好几次 捞 他们之间的战争持续了好几个月了 但是都没有成功 那最近呢 我跟亮宁有一次合作啊 我觉得 也是非常的机缘巧合 就是因为今年母亲节的时候 我们天安女人社区拍摄了一个微电影 是由李小宇导演呢 来指导 然后是有赵紫棋 还有梁丹妮 两位来主演的电影 我们 那讲了母女之间的关系 而在这部电影当中呢 那么巧合的小宇导演听到了 亮影唱的宝贝妈妈这首歌 然后就说 哎呀这个简直是天作之和 一定要那个合作 然后也感谢亮影和他的团队 非常慷慨的把这首主题歌 叫给我们来使用 这个绝对是我的荣幸 因为常年在外面工作 其实陪在他身边的时间很少 然后他即使跟着我在北京待着 也是用晚上经常还有棚里的工作 所以他也不见得晚上能看到我 我是一个很容易就在棚里面看日出的人 所以这是我的一个抱歉 前段时间觉得需要这个 四川话讲说要正表现 所以要哄哄他 所以做了这样的一个计划 然后有了宝贝妈妈这首歌 但很荣幸 谢谢杨婉姐这个 我们的这个微电影可以用这个歌 谢谢 这首歌 这首歌真的非常的动听 然后那因为我比杨婉妈要师长十多岁了 所以呢 当我看到妈妈 渐渐变老的时候 那种把她当作我的宝贝 来呵护她的那种心情 真的是油然而生 其实这首歌其实也是互动了母女两代人的心情 那杨婉介不介意在这儿给我们听唱两句 当然没问题 当然没问题 小时候我是妈妈的宝 妈妈的宝贝哟 长大了我还是妈妈的宝 妈妈的宝贝哟 妈妈你现在是我的宝 是我的宝贝哟 妈妈你老了是我的宝 是我的宝贝哟 太棒了 太棒了 我相信你妈妈听到的时候也肯定是热泪盈眶的那种 你跟你妈妈之间是会那种很肉麻的说爱你你爱我那种 还是会假装很酷的样子 但是实际上又很想表达那种感情 一般情况下不会很肉麻 我觉得我们好像都不是这一种状况 然后但会做一些事情希望用一些行动去表达情感 然后因为我跟我妈都是觉得说的好听不如做的好看 我们这里有个网友真的是真聪明 而且他你耳朵不得尖 他刚听到你说在棚里看日出 他说请问棚里怎么能看日出 我想他说的意思是棚里一般都没有窗户对不对 没有 我们通常现在录音的地方叫噪音嘛 然后通常副一楼是用来录音的 但是真的要通宵的时候通常都是做混音 然后混音在三楼 所以就像一混音很快到天亮的时候 就可以在三楼的窗户看日出 原来这个在棚里看日出 还特别有技术含量 有录音有混音的部分 所以也知道要做一张唱片做一首歌曲 真的是挺有难度的 但是我知道这个去年 亮影在演唱的时候 那个不限从这个舞台上摔下来 然后所有的粉丝都好心疼 到今天有很多人问啊 是不是应该多休息啊 好像这个我们这个社区占用你的时间 他们都觉得有一点心疼的样子 那当时你在现场的时候 一下子摔下来有没有觉得懵了 老师讲那一瞬间还是挺懵的 但我不好意思想之前还有过一次经验 所以那一瞬间还是记得自己要低头 注意保护脑袋 结果就把屁股给忘了 然后后来也是大概其实会发现 我今年其实长胖了一些 确实是停掉了一些 一些健身的计划和内容 也希望之后能有更好的状态 留在发英文唱片的时候 希望自己尽快的能够完整的 完毫无缺的去做宣传 可以全力以赴的去出去跑 所以我不知道当时那个情况发生了以后 妈妈有没有特别的担心哈 有没有给你打过来电话 那一场的时候我妈在现场 所以她还真的是蛮激动的 就是情绪激动了好久 但因为那个时候我确实是顾不过来 所以后来下来好好安慰了一下她 所以这个一边还在相同一方面 还要去安慰妈妈的情绪 也真是难为亮影了 我觉得亮影一直是一个很会照顾别人的人 这个你觉得跟自己成长的那个环境 还有经历有关吗 可能有吧 我觉得我小时候好像跟人交流的并不多 但是我觉得我比较容易感觉到周围人的情绪 有可能是小时候听了很多音乐 也喜欢看电影 然后很喜欢看那种很敏感很细腻的部分 所以我也喜欢这种去感受周围的感觉 好终于等到那个你的语音出来了 这样我想到有一次我在吃饭的时候 我跟那个坐在对面的朋友 我要给他发一个视频 然后我们就坐在对面 然后我给他发 他说我怎么老受不到 我说那个信话就在我们俩之间 其实我们现在那个语音对话 也会有一点点延时爱情 跟网友见谅 但我已经看到网友们非常贴心的在说 胖一点也没有关系 照顾好自己 我们都是会永远爱你的 所以这些年跟粉丝之间的关系 谅你会怎么来评价 我对大家其实没有什么保留 所以大家也不会觉得我是一个太有神秘感的人 而且我觉得很多人的相处 就是有那种互相理解的能力的人 就不用讲太多话 他也知道是怎么回事 所以大家就静静的相处 或者是疯狂的相处 反正在不同的情绪不同的环境下 大家就是这样一路就陪伴着就十一年了 所以我没有办法用一个词去形容 我还是觉得我对于他们来讲 其实算是蛮远的 也许就是一个陌生人 很多人也许会想说 他也许都不知道我是谁 可是他们还是默默陪我很久 所以真的是很感谢 亮云有一首歌我很喜欢 名字叫我的模样 里面有一句歌词就是 来吧所有的框框都解放 不要怕 不一样 没规矩才漂亮 这个歌词跟你本人的经历有关系 是你自己写的吗 还是别人写的 然后就是唱这首歌的时候 你找到的那种感觉是怎样的 又重新开始了 难道我根本没有录上了 好惨 好 安西我讲一下 我的模样这首歌 有我有做一定的歌词内容的调整 因为也确实是自己的心情 我觉得从刚出道学到很多东西 我觉得到了某一定的阶段 就是一个学以致用的阶段 所以一开始整理好自己的模样 接下来就要怎么样去展现自己的模样 就像之前憋了一口劲 然后到了这样的一个阶段 之后终于要释放了 所以这首歌就很像自己心里面当时的那一种状态 其实也不仅是做明星 或者是在演艺界才有这种体会 就是我们每个人其实出入社会的时候 都有一点惶恐 然后想证明自己想得到别人的认可 然后又生怕自己越雷池一步 或者是没有在规矩里面做事 那种小心挺慎的感觉 是需要一些年有了更多的自信 然后有了更加一种自我的肯定之后 才能够放开这些框框 刚才有一位网友说念框框不念框框 是我念错了 所以我赶紧纠正一下 你大概在什么时候会有这种更自由的感觉 亮眼 对 我觉得这个是不是有一点问题啊 因为我在这边语音当中呢 其实已经听到亮影回答这个问题两遍了 但是在群里还没有发出来 可怜的亮影你可能还要再说一遍 我是觉得大概一二一三年的时候我停掉自己的商业演出大概有十个月左右的时间 也是因为我突然之间就觉得自己好像没有那么喜欢唱歌 我没有那么享受待在舞台上的感觉 我不想让自己麻木掉 所以就停下来回到棚里面 我们跟朋友们一起玩一些记性啊一些很随意的东西 既不发装也不用做头发也不用一定要穿得很周正也不用忌讳自己确定是不是要结实要会不会长大 就在完全自由的状态下找回对音乐的那个喜爱 然后再重新开启自己的工作模式 我觉得有选择了能平衡自己 这是我最大的快乐 哎呀我在这里可以坐下正啊 亮影刚才这段话说了三遍但是非常成功的从五十几秒已经缩短到二十九秒了耶加油 哎呦这个真的是 反正我觉得不管是多长的时间吧 反正要表达的内容都在里面了 啊所以呢我还特别想问亮影啊啊你的那个自我画像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啊也就是说呃你可以打破很多的框框啊不去做别人眼里的你那么张亮张亮影的模样究竟是一个怎样的模样呢你怎样来描述自己呢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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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觉得大多数人喜欢按星座来划分自己或者是属相或者是说自己的年龄自己的生活环境但我会觉得自己不不不不只是自己应该哪一个人都是你身处不同的年龄阶段不同的环境 然后在不同的时间里有的时候会觉得自己哪怕只是换了一件衣服都像是换了一个人的状态一样我可以极致的感性也可以超级的理性但完全取决于当时单刻的自己处在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下 所以为什么我一直说我很喜欢感受周围是因为感受到了我的行动会给给周围回馈那那种回馈也是给自己的一种回馈 你知道吗我其实昨天也刚刚从英国做采访回来因为我正在制作一个全球范围的一个人工智能的纪录片的系列所以呢我上个星期就在英国做人工智能的采访 那我就发现很多的科学家其实都跟我们想象的不一样 比如说有的科学家是机车男啊有的这个科学家是那个果汁控啊 有的那个科学家就是一门心思的教自己的计算机怎么样可以画画啊 那我就想到其实人生啊没有给自己定那么多的框框啊 每个人都可以活出自己的模样 所以想佐证一下对这个亮影观点的支持 好的那我跟亮影聊了这一会儿呢 我相信很多粉丝朋友已经等得很心焦了对不对 就是大家提问的时间应该到了吧 对了应该已经到了 好那现在呢就请小助手把时间收集的一些问题 然后通过文字的方式发到我们的这个群里啊 请大家用文字的方式啊 然后亮影呢就可以来选择回答了 好的没问题 在他们那个正在打字期间 我赶紧那个抽空问一个问题啊 亮影你最向往的一种生活方式是什么样的 我最向往的方式就是通过付出去收获 因为没有付出的收获 你感受不到你收获的价值 然后付出完没有收获 又会让人觉得失望 所以作为 此刻要作为天秤座的 那一个自己要说 我要一个公平 就是 要有努力 要有付出 然后要有收获 有回报 就是 要舍得 有舍有得 我现在旁边的一排小子是各种笑话 哈哈哈哈 好 这边有网友在问 我眼中的小张是什么样子的 在我眼中 因为亮影出道的时候就非常的耀眼 而且那个时候就是以自己的实力著称 我觉得音乐方面自然不用讲啊 亮影是一个非常有实力的歌者和一位音乐人 而且他有自己的想法和追求 那我觉得在我的眼中啊 他也是一个大女孩 就big girl啊 所谓的big girl呢 我觉得就是那种 有有那种能力去走四方的女孩 然后呢 眼界够开阔 心胸呢 也够开阔 这样就不会被一些很细小琐碎的事情呢 呃 缠住手脚 所以在我的心中 他就是一个big girl 因为这个四双话有一句话叫 神是神有极的 哈哈 由于这个技术的原因啊 呃 那个张亮已经在那边唱忐忑了 哈哈 请大家原谅 请大家原谅 但是我也想问问那个亮颖 你最欣赏的 包括呃 在中国的 也包括在国际上的呃 音乐人和歌手是哪几位 天呐天呐 我终于回来了 被卡出去了 然后呃 诶 我们刚想到哪里了 嗯 我喜欢歌手 我还蛮多的 就是呃 像现在最早 大家都知道我一直喜欢 Mara Carey 然后现在像 Beyoncie Rihanna Adele 呃 就一堆 好多好多 因为我觉得他们都有很多好的作品 呃 刚刚那条好像是发出去了 因为我讲 瘦是瘦 有肌肉 瘦是瘦 有肌肉 我还是一个蛮健壮的 哈哈 健壮的女生 来来来 大家的问题都在哪里啊 我就看你们在不断的那个打赏 呃 要提问题啊 不然等会时间就要过去咯 呃 我看合适的吧 我还是希望能够把音乐加进去的呃 然后呃 因为存玩我不能保证永远在状态里面 就是有音乐在那儿撑撑场面 我还能做点擅长的事情 呃 呃 我一直都觉得我做任何事情都只要努力的就努力的就努力而就会有收获的 所以 我还是觉得最原始的那个想法就是我喜欢唱歌 那我为了做我以来 一定是大家一起 因为如果真的要讲是国外的音乐相对于中国的音乐怎么样的进步的话 那不是一两个人可以做到的 我觉得自己能做的就是在我呃 我所能够发挥作用的这一块 然后我所喜欢的音乐我尽力的在我能力可以做到的地方我都把它发挥到极致能投入的我都不会吝啬 所以特别是之前跟大家讲英文专辑时间一直都在呃 做这个更改 其实最重要是很多的准备内容都呃 没有达到我觉得最极致的一个状态 不仅仅是音乐要发一张成功的专辑设计到很多方方面面 哎呀 这一分钟快过去了 下一条介绍 呃 然后嗯 然后觉得呃 比如说其实前两天有人问我关于呃 这个专辑的问题 我说我的MV我可能一月份我就拍好一只 然后导演也一直跟我们讲 那是我们全球的original的idea 就是还没有人喜欢那个创意 然后就一直吹我发吹我发 但是我真的觉得没有到最后准备好 我说即使浪费掉的话 那我最终也会重新再拍一只因为我觉得一定要让他在最佳的一个准备状态下面 另外的话嗯这个投入基本上是我至少目前我没有看到比这个更大的投入 但我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我很期待这种出来的效果 嗯 我读玩偶还真的蛮多的但是其实有很多都是歌迷送我的然后也通过他们认识到了很多 我现在我可能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去看卡通类的但是也是他们给我介绍了很多很可爱 很有意思的卡通 嗯 嗯 因为最近在 嗯 好的 因为 嗯 然后现在换杨兰姐的这个信号 他们他说的话都没有办法 发出去了 所以我就继续在这边自说自话 然后我看到有说 呃影视剧的歌曲的 诶 那个问题跳走了 刚刚你问了我什么 就是因为 嗯 其实 哦 书对 书其实最近看的都是会去唱的剧的一些书 就是因为刚刚成立的新品牌软音乐 所以 呃 接下来会有很多这一方面的规划内容 也 呃 就是更集中精力的把这一块呃 做好 更专心的去做 所以这些音乐的内容我都会提前把人来作品的这个书拿来看 这样 嗯 杨兰姐现在已经确定的被卡住了 现在轮到他唱坦克了 哈哈哈 嗯 嗯 心情不好的时候 心情不好的时候 有的时候可以假装心情好装一会儿心情就好了 或者有的时候可以做一些自己特别想做的事情 让自己平衡一下也好了 或者在极端的 我的极端也极端不到哪去 嗯 大韩医生还是 啊 反反差不多也就这样 我感觉自己不是一个太会发泄的人 嗯 嗯 然后 对 我现在我刚退出了再进来的 然后 对于杨兰姐现在 呃 依然被卡在那里 我可以代班主持一下 哈哈哈 嗯 然后 呃 呃 三生三是十里桃花 大家已经看到了 然后 接下来 呃 就是到了宣传期 会有具体的内容 告诉到大家 可是现在 还没有到时间 所以晚一点再跟大家透露 当然是很开心可以跟CC 再一次合作 啊 我退出了一次再回来 终于有声音了 哈哈哈 刚才是我在唱坦特 哈哈哈 呃 今天呢 这个 不好意思啊 我和亮影轮流在技术上出现一些小小的问题啊 呃 多谢大家 高喊高喊 呃 呃 那大家还有什么问题赶紧传上来咯 呃 呃 如果大家真的那么喜欢看我上车人秀 我 我看看有没有好玩的 我想想 哈哈 哈哈 好 我倒不知道亮影是不是近期会上 呃 呃 但是网络红人是肯定是啦 呃 因为那个母亲节的时候也做了一只小熊的水杯给妈妈 我觉得特别的温馨 哎 可是在一个水杯的中间有一只小熊 你觉得呃 会有什么不方便的地方吗 比如说如果正好喝 比较 嗯 比较粘稠的东西或者是怎么样 比如说啊 芝麻糊什么的 我就在想 哎 这个为什么所有的杯子中间都没有那个小熊 为什么亮影这个有呢 呃 可是我会觉得不会有人拿那个杯子喝芝麻糊吗 哈哈哈哈 然后 他是一个一个小朋友穿了一个像小熊的衣服 然后双手举起来 那个 我之所以会做这样的一个肢体动作在里面 是因为小时候我们都会 比如说走路走着走着累了 傻赖啊 就会朝妈妈举起双手 就是求抱抱嘛 然后呃 呃 是这样的一种依赖感 然后等到长大之后 其实你会发现跟父母的拥抱就变少了 然后你也没有什么太多要想要呃 提要求啊 想要跟他们很主动的时常靠近 所以我会觉得这个是让大家在喝水的时候 就像小起小时候的那种依赖感 然后多一些交流 多一些嗯 亲密的接触 呃 呃 所以我会觉得这样的一个水杯就是 一个是我们跟周围的好的朋友啊 我们都会经常讲说多喝水啊 多喝水至于身体啊 可是跟父母讲这个好像就不怎么讲多喝水 然后就觉得爸爸妈妈喝水的时候就能看到 我们还是依然对他们存在这种依赖感 还是要跟他们求抱抱 就想要这种感觉 这里有网友说你说错了 我现在一定要喝芝麻糊给你看 哈哈哈 然后我们的小熊就会一身黑乎乎的黏答答的站在中间 那也挺可爱的 求抱抱对吧 求抱抱 所以其实生活当中要给自己制造一些情趣咯 呃 动手做一些DIY的东西 设计一点小杯子啊什么的 改变一下自己日常的生活节奏 我觉得也挺棒的 哎呀还是免不了有八卦的问题 问什么时候会有婚礼呢 呃 这个具体的时间还没有定下来 据说有N套方案 但是我没有具体问 呃 我还是希望有一个惊喜在等着我 当然老家肯定是要回去办的 就是嗯 可能就不是主要的那一次 啊 听亮影这么说呢 听亮影这么说你能够获得 两句简台词 第一呢 他在等待哈 他觉得这个惊喜是那一位会带来的 第二个呢 就是他会办不止一场婚礼 但是其中肯定有一场在老家 哈哈哈 你看我们都会这个听到弦外之音呢 哈哈哈 这也说明大家呃 非常的期待吧 啊 盼望亮影啊 啊 有非常幸福的生活 嗯 因为最主要的是 呃 我目前就是因为英文专辑的准备 也希望呃 呃 呃 全副尽力的把这件事情呃 呃 做做好 然后所有的准备工作做完 然后再专专 很专心的来做呃 呃 谢谢 嗯 好了 在我们的时间到之前最后一个问题 呃 你觉得到目前为止 是你的生活中发生过的让你觉得最幸福的一次经历是什么 呃 最幸福的经历之一应该就是呃 就是在成去年成都演唱会的时候吧 觉得自己所有期待的心里面不确定的都确定下来 然后 嗯 嗯 就是那样 嗯 嗯 不好意思讲 反正大家都知道的 好吧 亮影跟我说他只要这么说了 所有两粉都知道发生了什么 OK 好吧 哈哈 我们来呃 一起这个分享亮影的呃 自由的歌唱和幸福的生活 呃 呃 当然在我们今天天下女人直播间节目的最后呢 也要向很多的粉丝 啊 希望他好好保护好自己的腰 然后呃 呃 那个能够呃 尽快的看到他的英文专辑 那也希望更多听到他生活中的好消息 再次谢谢亮影也请你跟大家打个交付 拜拜吧 呃 谢谢杨兰姐 谢谢今天这个如此特别的平台的对话 也谢谢今天在直播上面跟我们一起聊天的朋友们 呃 呃 我当然还是会继续努力的做我的音乐 呃 和整个少生时代 然后包括我们现在的新的厂牌燃音乐 希望给大家带来更多的值得信赖的有品质的音乐 呃 然后我现在已经好多了 呃 我的腰 所以大家也不要担心 呃 谢谢大家 嗯 反正今天聊得很开心 谢谢杨兰姐 哎呦妈呀 我都等了一身冷汗了 最后发现已经出来了 太好了 呃 看来我们在技术上已经日争完善 啊 可以再近期再举行一次 哈哈 呃 今天非常感谢亮影戳助时间 因为就像他说 他昨天晚上两点多钟才刚刚回到北京 那也想说呢 这个夏天 因为有很多天气的状况 所以尽量不要坐晚班飞机吧 啊 好好的照顾好自己 我觉得才是最重要的事情 那我其实还想再说两句就是 像我之前对亮影的了解 他真的是非常努力非常付出 才有了今天啊 自己可以去选择的一份自由 在这里要祝贺他 啊同时呢我就在想 其实呃 人的这个生活当中就是不断的 在积累那些美好的记忆啊 这样哪怕遇到不顺利的时候 也能够让我们唤起这些记忆 来抵挡一阵 呃 那也祝所有的网友朋友 在生活中都有这样美好的积累啊 啊 无论是你的记忆还是你的实力啊 啊 这样的话呢 我觉得呃 这个每一个人的日子都会过得更好的 好 再次感谢大家 也请大家关注天下女人的微信公众号 her village 你如果回复海豚鹰 就可以来参与抽奖 我们有这个啊 apple watch sport啊 还有娇蓝的化妆品啊 以及呢 有非常纪念性的小水杯啊 欢迎大家来抽奖 再次谢谢大家 我们下次天下女人的直播间 下回了 拜拜 拜拜 谢谢大家 拜拜